字幕君 以致XYZ為非鈍器的三種A組元素且具有下列關係 第一個XY的穩定氧離子具有相同電子組態 第二個訊息是離子半徑的大小是X的離子大於Y離子 那3YZ是同一周期的元素 4原子半徑的大小Y大於Z 那則這三個元素原子序的大小關係為何 那我們將逐條來解釋 首先看到第一條 XY它的穩定氧離子具有相同的組態 那可以表示說它就是同周期的元素 因為失去電子那有可能會回到前一個周期 那具有相同的電子組態應該可以確定它就是同周期 再看第二個 離子半徑的大小是X的陽離子大於Y的陽離子 那表示說Y的原子序呢大於X 因為半徑是隨著原子序越小而半徑越大 所以看起來Y的原子序應該比較大 所以半徑小一點 再來第三個YZ是同一周期的元素 那第四個呢半徑大小Y大於Z 這兩個交集起來可以確定Z的原子序會大於Y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知道應該是Z的原子序大於Y大於X 所以本地的答案就是豬選項 然後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感谢观看